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纳瓦伊尼团队在事件发生后 立即说普京政府是幕后黑手 当然克里姆含功断言否认 坊间有个传闻说普京私下向法国总统马克龙 说纳瓦伊尼可能是自己作出来的 似乎马克龙不受罗 但说俄罗斯人刻意用自己的商标毒药 来杀害政敌 而且还不是第一次杀不死 这种白痴选择 的确听上来有次侮辱了普京的智慧 相反 马克龙的智商反而比较难说 从证据上来看 在2017年9月 禁止化合武器组织OPCW 已经确认俄罗斯拥有的 全部39,000多公吨的化合武器 已经全部消毁 立为乔克作为名牌毒药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眼前 在年多前 同样是来自俄罗斯的特工两妇女 就在英国中怀疑同样是中了这一只毒 而欧美的传媒更加说 这一只诺维乔克是俄罗斯特工最喜欢的毒 但事实上 在1992年苏联瓦解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什么能力 控制这些化合武器的流失 而当时诺维乔克的实验室 主要在乌兹比克地区 不知为什么 直至1999年至2002年期间 美国才主动协助乌兹比克 结束诺维乔克的实验室 这段时间内 美国才是这些化合武器的真正控制者 更何况 从来没有外界任何组织 是确认过这些化合武器已经被消毁 或者美国是否一早已掌握了这些化合武器的制作方法 尤其是调查兇案应该先说动机 美国肯定在这事中最大得益者 更何况 美国造假的历史真是战绩标柄 尤其是前国务博卫尔曾在联合国中 说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 当时手上还拿着一个类似洗衣粉瓶的物体 而有相同职务的克里 也曾在公开场合 说乌克兰东部驱逐犹太人事件 当时还拿着一张传单 但偏偏这张传单早已被证明是偽造的了 至于过去一段时间 俊利亚经常都被怀疑使用化合武器 但又从来没有证实过 说起来 过去几任的美国国务卿 都可以说一贯习惯门后谎言 另一个美国的外交大员 联合国的駐联合国大士克拉夫特 曾发言 指责中国政府利用疫情打压公民和公民社会 还说会记住像严丽蒙发出示警的医生 又提到新疆一百万人要关在集中营 和对少数民族进行强制住育 总说到香港的自治和自由遭遇中国的侵犯 真是罪名一罗罗 但现在美国的疫情仍然在肆虑之中 三亿人民水深火业 白宫政府束手无策之下 为何还要关心远在万里之外的 一百几十万的危险人和香港人呢? 更可笑的是 克拉夫特想要说的名字 其实都是错的 他想说的应该是李文亮 因为受到感染新冠肺炎殉跡后 还被中国授予烈士的称号 但美国如果真心为这件事感动 为什么连最基本的资料都搞错呢? 美国政府连吹哨人 还是异见分子的名字都搞不清 就要没得中国 原因在哪里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千方百计要打击中国 阻撓中国的崛起 但美国针对的中国所有说法 其实很有趣 有一个相同的模式 就是提出这些问题 甚至说一些罪行 美国全部都犯过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抗疫工作 几乎所有美国质疑中国的指控 都是美国曾经犯过的 而且只有更加严重 好像拖延公布病毒的危险性 但中国又确认到向世卫通报 只用了两个星期 就已经被人说迟了 但美国从禁止中国人入境 去到加强入境检疫 足足用了两个多三个月 例如美国说 中国在疫情通报之前 压制这些所谓的吹哨人 打压公民社会 但身在美国的吹哨人 下场就更惨了 例如罗斯福号的航母前艦长 克罗泽和美国前生物医学高级研发局局长 布莱特被调任或被迫辞职 再者 美国的吹哨名单实在太长了 美联水行调查发现 过去半年 美国23个州最少69个来自 州或地方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因为不满意美国政府防疫工作 而辞职、退休或被离职 这个名单仍然继续延续 如果说到不幸死亡的情况 在中国 有46名医护人员因为感染或过劳而殉职 尤其是在早期对疫情认识不多的情况下 很多医护人员受到感染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援 而在美国 这个数字已经高达1,700多人 但很多医护人员到现在 仍缺乏足够的防护装备 而其中少数族裔的医护人员死亡 和感染率更加高 说到少数民族的问题 近期因为中美的冲突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 连番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 不过说到这方面 美国才是真正的专家 不要说在入主美洲时 曾经杀害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 真真正正的种族和文化灭绝 就算到今天 美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仍然令人震惊 如最近在乔治亚州的移民扣留中心 Ivian County Detention Center 被爆出对少数民族的女性移民 做了施行数量惊人的子宫撤除手术 传出被拘留者形容 好像一个实验性集中型 而在新冠疫情流行的过程中 亦出现令人震惊的医疗疏忽 以及捏造医疗记录等等 说到批评中国干预香港的说法更荒谬 作为主持人国维护国家安全应有质疑 相反美国国会已自行爆料 揭露华国务院不断有资助香港的反对派议员 更加忧虑因为削減对这些煽动工作的资金 会影响对华工作 所以网顾外交主权插手香港的正正是美国 至于质疑香港警察黑暴的说法 最近真的修炼了 毕竟有美国军警示范在前 比较起来 香港警察不单表现黑仔 态度简直称得上奔奔有利 所以每当美国提出任何质疑的时候 不用担心不需要猶疑 美国肯定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好像美国突然宣布退出美俄的限制中程导弹条约 不到几个月就已经宣布可以装置新型导弹了 大家可以想想背后是否很多东西一早已经做定了 例如指责华为威胁通讯安全的时候 美国的Cisco还已经10次被发现 在网络设备里有后满 所以当指TikTok或WeChat可能会向中国政府 试露用户资料的时候 其实Facebook和Google每年向美国政府 提供数以百万计用户资料和以亿计讯息 当美国说中国的科创发展可能会威胁全世界的时候 我们不单只知道美国有零镜门监控全世界 更加知道美国是利用科技的优势 用禁运来垄断利益 事实上这件事不单只引起中国的不满 就算欧洲对于美国的科创企业 已经形成的严重垄断都非常忧虑 肯定要不就要打散它 要不然也要抽一大笔重水 从这些真实的情况来看 表明美国标榜身处的道德高地早已不存在 就连美国人自己都根本不再相信 不过很奇怪地 部分香港人都仍是奉虐神明 这样是不是真的好可笑呢? 同样地美国的普世价值观都是在崩坏之中 我是霍炎强 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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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